Nita Nanda,大家好,我是Manit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识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发达 大师呢在 一段时间之前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脸书的讯息 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大师说呢,建坛不是演讲的技巧 讲说的技巧呢,不是在揭示真理 揭示真理呢,需要纯粹的一致性 而不是任何的讲说的表演的技巧 揭示真理既不是讲说,也不是表演 这里呢,我将时空大神揭示给我们的真理告诉大家 这些真理的揭示呢,是给我的弟子们的 我总是会成功在人生当中 是因为我的生命一直处在不断的祈祷之中的 持续的祈祷呢 是经历 体验与宇宙合一的最有效的方法 强有力的祈祷呢 将强烈的化学和荷尔蒙的 这些起起伏伏能够烧掉 同时呢 你的身体呢,和你的头脑会产生新的机制 这会使你的持续的处在合一的境界中 内在的不安焦虑、恐惧、贪婪以及所有的欲望呢 都会失去控制你的力量 如果你持续的有意识的祈祷 并将它作为你的思潮的基础呢 你就会一直处在这个 没有不安焦虑这些负面情绪的状态 我正在向这些 人生中持续祈祷的状态的人保证呢 你将会得到最终的合一 这次的境诗节让我们唤醒、祈祷 到意识与Parmashiva的合一 大师在下面说 Yuga Vanda Tantra Veda Agama All Sampradayas 就是所有的这些传统呢 都会帮助你祈祷 作为你体会合一的、同一的基础 在深度的祈祷中 你感受你融化在最真实的自己之中 这将让你觉得成为Parmashiva非常容易 祈祷是最好的Chakra Kriya 瑜伽和Nyana 得到外在、内在的世界 任何世界的任何东西 祈祷时记得你是Parmashiva 甚至祈祷你就是Parmashiva 是最好的活着的方式 分享和所有的人 分享这则讯息 并且庆祝 其实我这些天也 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到 这个祈祷的意义是 是怎么回事 它其实就是对人生不停的接受 以及敞开自己的胸怀 很多时候我们在负面情绪的时候 是不会真正祈祷的 祈祷是你一直一直的都知道 人生是有希望的 并且你知道有这股力量呢 这个母亲 我们的宇宙 她呢 或者是师父 她呢是在我们身边 不停的帮助我们 她是听得到的 这样的不停的祈祷呢 是你能够一直不停的 活在高的清醒的意识当中呢 没有被玛雅吞噬 不会让自己呢 陷入在焦虑恐惧中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和这样的一个 自然的存在的状态 所以呢这些天我也 虽然是 我跟大家讲过这段时间 发愿呢 然后想要显化 更大的人生的突破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是在不停不停的祈祷的 在这个祈祷过程中呢 就很多的成长 因为你每次祈祷 你会发现 当它显化的时候 你会对人生 有更多的爱和臣服 你就会知道呢 人生是你最好的伙伴 你会成为它最真实的 最坚强的信众 所以呢这是一个 让你不停的 灵性的提升的一个方式 你对人生的感激之情 会越来越深 你对它的 对你的爱呢 了解会越来的越切实 所以呢大家在祈祷的过程当中 像大师讲的 你要有这样的认知 就是你是paramashiva 你不是一个乞丐 你和他是一样的 通过你和他 用爱的沟通呢 来实现你想要的现实 并且同时呢 还有一点就是 祈祷不代表 你可以放弃人生 你所谓的这种祈祷 其实是在自欺欺人 是一种假象 真实的祈祷 是自己对自己的人生 要负责的 你是人生最真诚的 这个信众 你对他完全臣服的状态是 你是把一切的结果都交给他 但是你要对自己的过程负责任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结果是人生的 但是过程是你要负责的 也就是说 你想要的一切 你必须是用一致和真实性 去显化它 这是我对大师这则讯息的一些理解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开始虔诚的祈祷 让自己呢 作为Paramashiva的身份去祈祷 甚至祈祷自己是Paramashiva 你就会看到人生是怎么美妙的 实现你的愿望的 大师曾经在开始中讲过 没有任何的祈祷 是没有被应答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没有实现的祈祷 不是他没有实现 而是我们 中途修改了我们的意愿 放弃了 如果你一直坚定的祈祷下去 你就会发现 人生其实一直在为我们运转 无论我们决定什么 他其实都是在支持我们的 人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人生是我们的母亲 让大家从现在开始呢 都学会用自己的意愿 去虔诚的祈祷 用自己对人生的 臣服和爱 去虔诚的祈祷 过自己的人生 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就是Paramashiva 你想要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可以实现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安安堡 再次准备